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批命神准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惑 就是批命最好是铁口直断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客人 他们有一种矛盾的心态 就是他要批命准 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被看穿 所以批命准 虽然是大家口头在讲的 但是他就是不希望你把他全部看得一清二楚的 所以在批命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常常跟学生讲 我们在批命 我们不要用绝对 一定这一种口气去批命 就算让你批对了 客人内心也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像我有一个学生 他就是这种情况 他帮人家批命 他看到对方有应克食伤 对方是女生 他就直接跟他讲 你这个八字 一看就知道跟孩子无缘 结果对方他就很生气了 他说老师你很准 但是我非常的不爽 只是他没被翻桌 怎么会这样呢 我的学生跟我讲的时候 我说你这一种的是那种妙口式的算命 因为他妈妈就是老命理师 而且他妈妈是有通灵的特质 所以比较习惯 这样子直接讲 我们说我们并不是通灵者 我们是命理师 所以我们要以学术的角度 去批命 学术的角度 我们要怎么批 你出现了应克食 我们知道食伤 他出问题 食伤出问题 我们要跟他讲 在八字里面 食伤他代表的是什么 什么什么 你的情绪 你的孩子 相关的代表的人事物 所以对方一听到的时候 他会知道 你是用学术的分析角度 在跟他解释这一个东西 所以当然 有对有错的地方 他可以容忍 因为他知道你不是通灵的 我们人很害怕 太准的东西 他总认为这个有神鬼 一间庙 假如太准 你反而不敢去 这一种就是人的矛盾心态 所以我们要避免 你的客人 产生这种矛盾的心态的时候 你就是要用这一种学术的方式 跟他讲 他自然就可以讲 老师我是什么情况 他可以接受 而且他也知道 你是一个以学术为主的 你反而要用这种方式去批论 客人容易接受 不会马上起那种防卫心态 你怎么那么准 你是不是要通灵还是怎样的 你就算直接拿着八字 这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各位 各位只要防心一起来 很难再把对方的这种防卫心态再降下来 所以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我们在用语 不要用绝对的 应该是要说 这种情况 容易会导致什么样的状况发生 所以这样子客人才会比较容易接受 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 老师 大家不是说要准 对 大家口口声声 都跟你讲说要准要准 但是真的碰到准的神人的时候 大家反而会害怕 所以我一直在跟你们讲 不要当神人 你不要铁口直断 直接去断人家会怎么样怎么样 就算让你断对了 对方心里也会相当的不舒服 为什么我被你看光光 你那一点点至尊都没有了 你被人家这样子一眼道破的时候 你去想想 一个陌生人在你前面 突然就跟你讲说 你这个脾气很不好 跟家人会存不好 你跟他不认识 但是他却指出了 你确实有这种现象的时候 请问你当时候内心是什么 你会出现惊讶 为什么我会被人家知道 然后出现的就是反抗的心态 好一点脾气的就会笑一笑 大多数的人都会是没有 没有这一回事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 在批命也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身为一个命理师 所追求的并不是所谓的准 你准是准在学术的后面 也就是说 你批出来 明明是破财 你给人家批说进财 那是你学术的问题 那真的就是很差 但是你知道他破财 但是你要让他知道说 这是学术上所显示的破财 你不必要把他的那种细项都讲出来 破财代表的是什么什么什么 有哪些现象 让客人来跟你讲 我就是什么现象 这样子 客人就知道你没有把他看穿 但是 老师你讲的对 我的运势就是这样 客人就会接受 所以主文留在后面 而不是铁口直断 铁板神算一样 什么 直接就跟他讲 各位 你就想想 一个陌生人直接跟你讲 你发生什么事 你当下的心态 所以对客人也是一样的情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